这个是曾经最大的电子厂啊 十年前这个工厂大家有没有认识啊 就精进能源的电子厂 看看里面的厂区 还有人现在的工人正在下班中午啊吃饭时间 看上去就几个人了寥寥无几啊 曾经在这边 这个工厂 十年前在这边 曾经都是一个最大的电子厂啊 曾经有两千多个员工啊 以前都统一补装 还以前的专招女女孩不招男的电子厂 现在都看上去有点凉凉啊 现在还剩下两百人 看看他那个员工餐厅中午吃饭 这个就是 这边就是宿舍楼还有那个员工餐厅啊 就是在里面吃饭 看在里面这个 这个是员工餐厅 里面吃饭的就那么一点点人了 看上去好静啊 好清静啊 这上面都是以前住的宿舍楼 这里以前他们厂都是有个后门的 这边以前这条街都是全部都是摆地摊的 因为他这个厂很大嘛 现在的话就一两百人 根本没有人来这里摆地摊了 因为这里面的厂区 这个门口后门都已经汗死了 以前都是开的 因为他人少了 这边就封闭了 就开那边那个大门了 看上去那里面 一个人都没有 10年前这个工厂 都有差不多两千员工的 以前很多女孩子的这个工厂 现在都 静悄悄了 以前10年前的话 我记得在这里在这边 我很多那些朋友的在这里面干 现在全部都走完了 因为现在这个工厂 现在剩下来两百多人吧 以前都是几千几千人的 一沙班这里门口都是密密麻麻的 就穿着同一服装 以前这条街都是 白地摊的这两边的很多人 一沙班都是很热闹的 现在的话就 静悄悄的 感觉有点 凉凉的感觉 因为电子厂基本上都是做电池的设备 现在的社会电子产品更新的很快 如果的话 技术跟不上的话 这个 很容易就被社会淘汰啊 就是等于是你那个研发技术 跟不上的话 很容易你的订单就被别的那种高 高科技的工厂 电子厂啊都藏去了 基本上那个订单就没有了 就 就出现这种 大厂变成小厂就慢慢缩小的那种规模啊 就是等于是慢慢缩小了 没有了曾经的规矿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种眼疙的 订阅